关于疫情的资讯满天飞 真真假假需要自我查证 近期台北市区籍关怀中心开设以来 电话接不停 台北市长柯文哲说 区公所电话都快被打爆了 因此由台北市政府成立新冠肺炎防疫专区 传递正确且民众需要的资讯 有问题可以先上网到这来查询 因为目前我们看起来 我们现在台北市 因为COVID-19确诊 在家里面已经接近7万人了 因为每天在累积 那这个大家一定有很多问题 所以这个区公所的关怀中心 快要被打爆了 我也想一想 以去你打电话来问 不如我干脆就设一个网站 把你常问的问题全部放在网站上面 那你自己上去看 所以要拜託各位视频朋友 求人不如求疾 你打电话去问人家 但是很方便 可是造成大家很大的负担 所以我们雇了好几百人 每天在接电话 比起这样 不如我把你常常问的题目 全部化成网站的资料 你自己上去看 看完还看不懂的 要打电话再打电话 所以我们在台北市政府的网页 首页 就有一个COVID-19防疫专区 你把它点下去 点下去它就 會跳出来 这个 不是很清楚 他就大概分成 我看三四十二项 裡面的各种 我是确诊者 我是居隔者 我是快篩養者 我是其他接触者 我是入境者 我是老师学生 你需要哪些资料 自己点去看 那底下还有什么居家照顧 防疫集门人 车来宿 医疗招呼 家用快篩 還有一点 有时候 你还可以自己 你觉得裡面没有 你要有问题 你可以点进去 發email过来 我们还可以让你看 所以我是 有主题内容 可以送出查询 我们可以帮你处理 那我们希望是这样 拜托大家 你知道 你自己 上网看 你知道 我们就不用发一大堆人 打电话给你 不是 你打电话来 我们要接 这个不得了 每天要接到 要几万通电话 所以原则上 是我们把资料 公布在网站上面 还有个好处是什么 你知道 因为我有网站以后 我就可以把最新的资料 放在这网站上面 因为这个疫情 每日一日多变 所以 既然一日多变 你知道 所以有时候 多长资料一直放上去 台湾的 台湾的 搞不清楚 到底哪一个是最新的 所以原则上 会把最新的资料 全部放在 防疫专区 我们这个每天 会更新一次 因为中央疫情也是 每天 规则一直在变 疫情也在变化 所以我们希望 用一个叫realtime 最极实的资料 全部集中在一个网站 原则上我们这个网站 每天晚上我们就会 检讨一遍 当天有新增的资料 新的法规 我们就放上去 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最即时的 网站资料 可以在上面看 这样才会发现说 我们那个资料 隔两天三天 他已经 已经放了 你看到旧的资料 要说不对 所以这样 也希望透过一个realtime的 一个report 报告 给大家在上面查询 这个拜托大家 你只要 花你自己的时间 自己上网去看 少打一通电话 每个人少打一通电话 一天又省了好几万 几万通的电话 你知道 我们那个趋工手 就不会垮掉 就可以把力气省下去 做其他有益的事情 所以拜托大家 如果你有什么 有什么 innomation 资讯需要知道的 要看最即时的资料 上网看 柯文哲强调 拜托大家先上网自己看 就不用花一大堆人力 在接电话上 且网站还有个好处 每天将最新资讯更新 大家只要花自己时间 少打电话 去公所就不会垮掉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在接电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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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